揭秘史上最大的断食研究 断食对比一日三餐要吃好 结果如何 人类的祖先在猎兽时期 总是鸡一顿饱一顿的 狩猎失败就只能饿着肚子 自然而然的就进入了断食的状态 生病的情况非常少 当人类不再被温饱问题考虑时 就养成了一日三餐要吃好的习惯 结果就是慢性疾病 炎症肥胖等找上了门 让人痛苦难忍 久而久之 人类发现了断食少吃的好处 我是探索君 敢聊你就来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人连续断食一年会怎么样这件事 德国医生奥托布金格 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记录了 断食对多种疾病有正面影响的人 1917年的时候 奥托布金格备受扁桃体炎困扰 各种方法都尝试了 一点用都没有 反倒因为治疗扁桃体炎 给了关节风湿病机会入侵自己 在各种病痛的折磨下 奥托布金格已经陷入了崩溃状态 就在他几度消沉的关键时刻 同时给他提了一个建议 吃一吃断食吧 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没想到奥托布金格一段就是19天 身体居然真的奇迹般好转了 自此以后 他摒弃了一日三餐要吃好的理念 有时候就是要饿一饿自己 那些困扰已久的疾病 就能自己好起来了 看到了希望的奥托布金格 开始深挖断食的好处 从体重血压代谢 研究到了各种慢性疼痛 果不其然在断食研究下 他摆脱了疾病困扰 活到了88岁才去世 而现如今 他的孙媳妇弗拉诺伊斯 德图莱多打算在他的基础上 进行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断食研究 时间长大一年 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类幸福 断食其实是一副良药 最后研究的结果如何呢 揭秘史上最大的断食研究 没事饿一饿自己 身体会有什么变化呢 刚开始提到断食时 探索菌的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快速且不要命的减肥方式 一旦恢复饮食就会反弹 探索菌查找各种资料 深入了解后发现 我们对于断食的认知过于片面了 只要断食的方法正确 而不是为了减肥采取极端的断食方式 我们的生活品质能得到提升 健康水平也能有所改善 不信你接着往下看 德国弗拉诺伊斯德托莱多医生 征集了1422名志愿者 分为4个小组开启了为期一年的断食实验 断食周期分别是5天 10天 15天 以及20天 每天的饮食只能吃卡路里在200到250之间的食物 碳水化合物收入量要维持在25到35克之间 光是控制饮食还不够 还要保证足够的运动量 饿了就喝水 每天必须要保证2到3升的水被喝进肚子里 探索菌只想说 这还不瘦 就见鬼了 而且是很健康的瘦 并不是单纯的恶瘦了 一年后 最终的实验结果 让弗拉诺伊斯德托莱多十分欣慰 1422名志愿者的腰围和体重 蓄压血糖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特别是断食周期为20天的 效果十分明显 平均体重减轻了17.2斤 平均腰围也瘦了8.8厘米 不管是哪个周期断食的志愿者 都有这种感觉 自从参加了断食研究 整个人都迎来了很大的变化 明明口腹之余没有得到满足 但总感觉自己很幸福 以前一点就炸的情绪也变得稳定了 动不动就犯点小毛病的身体 好像也变得更健康了 经过多方面分析 普拉诺伊斯·德托莱多医生发现 断食对于人类的好处还有很多 具体是哪些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史上最大的断食研究 断食真能治病 很多病饿一饿就能好了 2019年消化疾病协会曾做了一项实验 证实了合理的断食 不仅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 控制人体内血糖水平 极大程度的降低高血压 高血糖 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最主要的是能够控制体重 而且一线的脂肪被减少后 还能够逆转糖尿病 当初参加长达一年断食研究的 1422名志愿者中 有264位存在非酒精性脂肪肝 在经过半个月的断食实验发现 它们的脂肪肝得到了迅速的改善 体重也有所下降 如果你以为这就完了 探索君只能说 太小看断食的威力了 早在2014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教授 瓦尔·特隆哥 就进行了一项断食研究 发现不管是人类还是小白鼠 长时间的进行断食 竟然能够让免疫系统重启 因为人在挨饿的时候 为了节省人体所需的能量 只好派免疫系统上阵 把不需要的或以损伤的细胞 统统回收 其实这就是细胞自逝的过程 让细胞在进行自我修复的过程中 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 让人看起来更加年轻 与此同时 还会让你变成真正的异瘦体质 要知道人体内有棕色和白色两种脂肪 想要变得更瘦 就得将白色脂肪 也就是身上的肥镖通通甩掉 而隔天断食的方式效果最佳 既然断食的好处这么多 是不是每个想要减肥 又想健康的人都适合呢 并非如此 比如已经瘦的皮包骨 孕妇未成年人 以及有进食障碍的人 是不适合的 如果你近期情绪波动较大 或者正处于生理期 就不要尝试了 谈笑有红如科普白丁 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再来